全身小孩 从前在虫山里有一帮小动物围绕着一只白色的蛋 鱼乱纷纷 野猫阿铁拿起那只放大镜 虫鼠先生果果在树上观望 其他小动物慢慢慢慢靠近去看 超查 呱 眼里面敷出了一只健康活潑的白色痴性小鸟 它有粉粉的脸,大大的眼睛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家伙 大家兴高采烈地围绕着这只小鸟 有些动物就提议了 不如帮他找个名字吧 叫什么名字好呢? 不如简单点吧 它是澳门出生 而澳门的普通名字就叫做麦靠 就简简单单 叫麦靠第一个音节 麦麦啦 大家都觉得很好 麦麦在森林里跟小动物一起生活 学会了很多知识 而且松鼠果果还教他一些澳门的历史 正在讲东望阳灯塔的故事 日子一日一日过去 大家发现麦麦的面慢慢变成了黑色 眼睛变成了红宝石 还有漂亮的黄色眼影 果果知道了之后 他就说了 我有个朋友在科学馆工作的 他研究澳门所有的栋植物 可能他会为你找到答案的 于是默默就坐上果果给他的旅游车 前往科学馆的路上 他会当时又买起活动 车要好好地理解 香港那里是科学馆 filled 我希望是融合了 是這個燈塔和動物之間的一個結合 成為了這隻公仔出來 每一次的到別 也都是代表每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 蝦麵皮露的麵呢 嬰兒的時段是粉紅色的 那就令到小朋友學習這些知識的時候 就更有趣了